以下是專欄作家楊詠宇在《大紀元》發表文章 標題為《翠譚攬炒》 中共和土共一手造成的攬炒之風已經勢不可擋 樓市、股市、外資、教育界、傳媒無一幸免 作為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 習慣理性思考的香港人 我們不得不問中共為什麼會犯上攬炒的錯呢? 這是由於中共習慣了革命浪漫主義 歷史教科書上歷史的政治運動都很革命 也很浪漫 大躍進時說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不怕做不到只怕上不到 十五年超英五十年趕美 鼓足幹勁力增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浮誇當革命 不積極做假大空的共犯就會落後於形勢 就是不愛國 情況和今天的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大躍進的結果是全國攬炒 出現了鼻重就輕 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禍 大饑荒造成高達五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無風自起浪 賠命賠錢賠國運 乃是理所當然 這樣主要是攬大陸的炒 香港亦都受到波及 主要體現在大逃港造成的人口增長 影響上算輕微 習慣了攬炒和浪漫 中共必定會再次無風起浪 下一次就是六七暴動 香港就遭殃了 受文革之風和澳門一二三暴動牽連 香港的左派亦都發動了港式文革 令到革命群眾請威風 港府應付相當吃力 英國甚至作出了從香港撤退的準備 左派從新華社到一般革命群眾都鬥紅了眼 當中有很多革命的浪漫主義故事 《文匯報》前總編輯金曉魚的回憶錄中 有一則是這麼寫的 1967年8月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新五報》、《填封日報》 這三間左派報紙 左派報界風聲學淚 9月某一日 新華社宣傳部長王光宇急召金曉魚開會 告訴他 港府的防暴隊會爆為文匯報 王光宇要求金曉魚堅決抵抗 在天台上放火 通知附近的群眾前來支援 和防暴隊鬥爭 金曉魚對這個建議 表示懷疑 王光宇指示說 鋪舍和人 只要用水喉鐵、小斧頭 斬低幾個防暴隊員 這樣他們就會害怕了 你們就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走入港大的群眾之中 群眾就會立即把你們保護起來 這樣就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金曉魚對這個指示表示驚訝 他說 他們是有槍的 如果他們開槍 那怎麼辦呢? 王光宇的回答很符合中共一貫的浪漫要求 他答說 你們手上有毛主席的紅寶書 他們怎麼會這樣開槍呢? 你們有毛澤東思想 這就是無敵的 中共領導 親身教你做義和團 相信大家聽到這裡 都會對香港時下號召困中學習近平思想 習的七一講話 二十大精神 以及武廢初期相信政府 不怕等一切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共做實事的背後是激情 而不是西方文藝復興承傳下來的理想主義 以外國為名的浪漫主義會剪碎一切理性和邏輯 所以由政府帶動的香港攬炒 就會像大躍進、文革一樣 不讓香港倒退至少於港的水平 就不會罷休 在回憶大途港時 近上的父親 在1970年代負責港東省事務的集中分話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 將人民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 否則人民就只會用腳投票 父親的說話兒子應該細聽 否則就像朱鎔基所說 如果香港搞壞了 中共就是民族罪人